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上班族会把公司当自己家一样 然后把自己个人的东西呢 就都放到公司的储藏室 但是 你知道放了什么了吗 请看 他觉得很异样 好恶心哦 很清楚耶 他回头 他回头 这好恶心哦 放大放大 放大最精彩 好酷哦 好无聊耶 你 不是我跟你讲 因为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个他没有恶意 因为人家在放东西 他就让位出来让你放 而且他回头想看 你放什么 人家多好 还好他自己没看到 可是我觉得他很奇怪 他一直这样 对 他为什么一直这样 有吗 有他手里在挥 他手里在挥啊 其实整个最恐怖的 不是那个人影 是他自己拍自己 对啊 不知道怎么会是 好不好 好了 马上进行我们第一棒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事情呢 是发生在我朋友身上 一个真实的事情 几年前 他跟他女朋友 在一起之后 决定要先住在一起 所以呢 他们就去住了一间屋子 进这间屋子之后 刚开始的第一个晚上 我朋友在半夜睡觉的时候 睡到一半 他突然间觉得他的身体 很像是那个床斜一边 所以他的身体 一直被拉拉拉往床边拉下去 那这件事情 他就觉得可能是自己太累 不只是身体不舒服 所以有这种错觉 接下来住进这个家里面 之后不久 他女朋友的脾气 开始变得很怪 很容易讲两句话之后 就开始起冲突 他觉得最诡异的是 他常常半夜去上厕所的时候 因为从房间走到他的厕所 有一个距离 要穿过客厅 他每次半夜 他去上厕所的时候 只要上完厕所走出来 就有一个声音 会问他说 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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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声音 他跟我形容说 那个声音 不像是耳朵听到 可是就像有人在你的脑子里 很大声的问你 你是谁 你是谁 一个女生的声音在问他 那他一开始觉得 是不是自己想多 或是他是半梦半醒之间的错觉 所以呢 他就开始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会在客厅留一盏小灯 他想说 他如果搬起来上厕所 有这盏小灯 他也不会这么的害怕 奇怪就在这边 他每天晚上睡前留着那盏小灯 只要等他要起来上厕所的时候 那盏灯永远是关着 有一天 他跟他女朋友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大吵 其实是 没有来的大吵 重点是他女朋友跟他吵完之后 是那种一面哭哭哭哭哭 哭到一半就睡着了 隔天起来就像没有事情一样 他就觉得 事情很诡异 那 他女朋友有写日记的习惯 所以他就开始想说 那他去观察他的女朋友 从偷看他女朋友的日记开始好了 他就去看他女朋友写的日记 然后开始发现 他女朋友写的日记 常常跟他们那天发生的事情 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 他们那天明明出去吃饭 去看电影 可是他女朋友那天的日记就写 今天一个人在家好无聊 什么事都没做 然后都没有人来找他 可是 他也不好问他女朋友 因为毕竟是偷看的日记 到有一天 他们真的发生大吵架 他女朋友半夜是大叫 叫到他要捂住他女朋友的嘴巴 他女朋友都停不下来 连续都要报警 来敲门 这时候他女朋友进房间 开始在房间里面 骂掌话 大骂 然后 把日记拿出来 乱写 乱写 每一页写字 乱写乱写乱写 到日记都被画画了 然后他还安抚他女朋友 安抚了一个晚上 终于把他女朋友安抚下来 隔天他女朋友又像没有事一样 他终于忍不住问他 就问他说 你的日记 对不起 我看了你的日记 我看了你的日记 为什么你的日记 每天都写的跟我们日常生活不太一样的事情 这时候他女朋友回答 自从我们搬进这个屋子以后 我没有再写过物记了啊 这时候我朋友就觉得这件事情越来越不对 越来越不对 所以他们很快的 也不要那些押金了 很快找了新的房子搬出去 那在搬出去之前 他就找了他很好的朋友 也是类似师傅这种来看 进到那间屋子之后 才发现 他的那个朋友跟我朋友说 这间屋子因为在租给他们之前 空了很久 空了一段时间 所以有一个女的住了进去 可是这个女的 似乎是不知道事情已经往生 所以这女的就一直不断的跟他女朋友 在同一个身份里面重叠的生活 生活生活 所以每天晚上我跟他们上厕所的时候 这个女的都会很质疑的问我朋友说 你是谁 你是谁 你怎么会在我家里 谢谢 兄弟啊这个朋友很有名 后来就拍了一部电影叫我是谁 那是陈龙 陈龙 陈龙 对对对 那是郭云海 不一样 不一样 陈龙很有名的哦 对 来请坐 谢谢 这种事情就很奇怪 因为其实他也 那个屋子也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他只是 那个叫 那个算蒂芙林吗 不算 前提应该是因为那个屋子空很久 对 空很久之后 所以他们都会要找一个比较没有人出路的角落 去待着 等于找个地方住 然后所以他们你朋友他们是后来来的他们就觉得你怎么来我家什么什么之类所以常常会有很多空很久的屋子会莫名其妙一直租不出去那是因为我们去看屋子的时候有无限的好朋友他不希望你来乘租这间房子他就会让你进到那间屋子的时候你的你的精神是不舒服的然后会没有意愿 或者是房子 或者是房子卖不掉 对大部分大概有七八成会是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房子卖不掉后来最好的方法还是这个在读 降价 拜一下 降价 你送人算了 你就是降价第一点 人家就卖了 有的时候真的你拜完地基图以后会不一样 如果真的都拜过了还是卖不掉就降价 降价还卖不掉 就捐给宫庙 开宫庙就没事 对对没事 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分享 分享这个故事呢 是一对姐妹 那因为妹妹比较活泼 所以就很快就交了男朋友 那很快交了男朋友以后呢 就跟这个男生就结婚了嘛 因为这个男生的家世也还不错 那有一天他就带这个妹妹来找陈老师 那为什么要来呢 因为这个妹妹发现这个媚夫家的人 一直认为他的妹妹已经神经病了 那这个先生就说呢 为什么这个要把这个太太送去精神病院呢 他说他们结婚以来 这三年多的生活 这个太太呢每天都疑神疑鬼 然后他晚上睡觉睡到半夜 他都突然就大叫起来 让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办法睡觉 但是他们结婚之前他都是好的 他们其实大概谈恋爱有谈了一两年 学校毕业谈了一两年 那天才结婚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从结婚他们度完命运回来之后 这个太太就变这样 那这个太太呢本来刚结婚的时候 她只是觉得她晚上没有办法睡好 常常做噩梦啊有人来吓她 让她晚上会比如说她 她说有一次她就梦到她刚刚睡下去 她刚刚睡下去的时候她就觉得 这个房子里面就像大法师那种 纸张全部飞翔到床震动的很厉害 当她没有办法她就啊就叫起来 她就看着她先她先就这样望着她 她就说刚床是不是一直在动 刚床是不是一直在动 刚床是不是一直在动 刚床震动 刚床震动就乱起到她在飞有没有 先生就说没有啊你才刚躺下去 你就跳起来大叫这样 她就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 她就不敢再讲了 不敢再讲本来只是晚上这样 后来她开始变得白天也看到 有人到他们家走来走去 就像有人白天也在他们家走来走去 然后她就问她先说 那边是不是有坐一个人 那她先说哪边啊 没有啊 她就说她常常在他们家 有看到 常常会看到有一个人 就会一直跟着她 一直跟着她 她也不认识她 她也不知道谁 她也不敢回头看 这个好像一直要跟她讲话 一直要跟她讲话 这样子 那她也听 这个人可能她在讲话 她也听不懂她也讲不懂 她就要一直走一直走 所以她常常在家里呢 她的先生或者是她的婆婆 看到她就觉得她是神经病 这样 会一个人这样 男男自己走走很快 这样一直走走走走走 他们也不知道她是干嘛 你知道吗 可是她就一直觉得 这个人干嘛一直跟着我 干嘛一直跟着我这样 那后来她先生就想说 就最后她先生也忍不住 我就跑去跟她姐姐讲 就跟她姐姐讲说 我看那个妹妹的状况 好像越来越严重 是不是真的要 大家去看医生 所以她先生跟她姐姐 就一直带她去看医生 医生就一直说 她可能是忧郁症 可能会有什么 就是压力症候群 什么之类的 就叫她要忍耐 后来就说 可能是因为她的压力 都在这个家里嘛 那是不是要 如果有分散她的注意力 如果她能怀孕生个孩子 可能会好一些 嗯 然后就像这个太太那 刚好那个时候就怀孕了 怀孕后 她就在这个 在这个怀孕的过程中 倒是就变得比较平静了 所以她就会觉得 怀孕真好 就至少她在这十个月 怀孕生孩子的过程当中是好的 结果在生完孩子之后 她自己开始带孩子的时候 刚开始也蛮好 但是突然间 又从某一天开始 又开始她又开始看到 有人来靠近她 有人要抢她的小孩 比如说有的时候 她就看到很多的幻觉 比如说她有的时候 她就看到她 就看到有人抢她 把孩子抱 要抱走 然后她很紧张 这是她的孩子 她就这样 啊 就把孩子抢过来 结果抱她孩子 那里 啊 是谁抱走了怀里的孩子 广告后告诉你 美猴王 就看到有人抢她 把孩子抱 要抱走 她很紧张 这是她的孩子 她就这样 啊 就把孩子抢过来 结果抱她孩子那里 是她婆婆 哦 就这样 他们都 这个活习关系 就开始变得很差 你知道 可她明明看到 刚这个人不是她婆婆 刚是那个不认识的人 在抢她的孩子 为什么现在变得 忽然间变成是她的婆婆 所以就这样 很多很多的事情 让她真的没有办法 在这个家再待下去 好最后 所以她姐姐 朋友的介绍 就说那不然 你要不要试试 来 就说你连医生都看完了 没有 没有办法解决 那你要不试试 另外 要问问神明嘛 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解决 最后她就带到 就 经过朋友的介绍 他们就来找陈老师 陈老师看到她的妹妹 就跟她说 你 这个应该不是一天了吧 她说你应该是 在你结婚之前 你就有这样的状况哦 妹妹就不讲话 姐姐也不讲话 因为其实她在念 以前念书的时候 偶尔晚上会 这样吓得尖叫 说她做噩梦 这样子 可是那是很久 偶尔一次 并没有那么平 没有那么平凡 然后老师说 哦 应该有人跟你讲过 那这个 这个妹妹想 有人跟我讲过 她就开始回想 她就问她的先生说 你们一定有在 有去过什么地方 有人跟你们讲过 什么事情 这样 那先生就突然想起来说 啊 我们在结婚度蜜月的时候 有一天去参加 就是去不知道去哪里玩 刚好这附近有的 庙有办庆典 那他们就跟在旁边看 他突然有一个 他也不 那个时候他们完全不了解 神明的事情 然后这里只有一个 花花脸的神 走到他旁边 就喷着他 就是比如说像激公 喝一口酒这样 喷一下 喷到他太太的身上 然后就 打 就拍了他肩膀一下这样 然后他们就很害怕说 那干嘛这样 他就说 好 带着就知道 他以后你就会明白了 这样 他说只有这样 他就从那天开始 他太太回家以后 就好像就没有办法入睡 然后说对 他说因为 你太太是带天命的 他是要帮神办事的 可是你们一直在抗拒这件事情 所以你的太太就会一直碰到这些事情 后来呢 刚开始他太太还是不太信 他们因为他们家庭的关系 他们不可能相信说 我必须做这件事情 他太太必须做这件事情 而且呢 这个也没有办法让他去做 因为他们家的身份背景就很难 后来他们两个人就说 那不然他爸就出国好了 出国也许躲到国外去 就可以躲掉 有的人会这样想 对对对 然后他们呢 就移民到了加拿大 刚开始也算安静哦 也是没有什么事情 可是有一天他太太就认为说 他躲到加拿大 可能没事了吧 可能华侨也多了 对 他就认为没事了 所以他就跟他的华侨朋友 去参加什么 什么什么式的一个什么 庆典活动 这什么残 打残 打残 对的 去做公益 他有一天就去参加那个之后 回来不得了了 又开始好像又接上了 你知道吗 他又开始晚上没有办法睡觉 然后有好多人来跟他讲话 然后又看到 比如说他会看到刚刚往生的人 然后回来要讲几话 他的先生也生意失败 嗯 你知道吗 什么事情都不顺畅 然后孩子生病 不听话 什么事都来了 而且他现在不只是看到 他现在常常在墓里面 就连 他会梦到他自己走到哪一个公庙去 那公庙长什么样子 那个上面有个匾额 写了什么什么名字 他都看到啊 他就梦到他自己这样飞飞飞飞飞 飞到那个公庙门口 而且看到那个匾额 哦 他就这么清楚 常常梦到这个梦 后来有一次他从加拿大回来 他就只好去找 去回头找陈老师 去跟陈老师讲说 这一两年他在国外 碰到什么样的状况 老师说 如果你再抗拘下去 以后 我看你先生就连 再爬起来的机会都没有 那既然你在梦中 连那个公庙的名字 都梦到那个样子 那你就去找找看 有没有这个地方 那你一定是前世 或者是你在天上的时候 你承诺了要去帮这个神明办事 所以你现在 就要来履行你的合约 如果你不办事 你就会一事无成 而且你这边 会过得非常的辛苦 那你去找看看 有没有这个公庙 如果你找到有这个公庙 你去看看 是不是你梦中的样子 如果是 那你就认命吧 他这次就听话了 这次听话之后 他就真的去上网找 有没有这个公庙的名字 发现有耶 而且在那个某某的山里面 他就跟他的姐姐两个人 就去到那个庙的门口 他完全看在跟他的梦中一模一样 非常非常的熟悉的一个地方 他去到那里 他就觉得好像回到了家 你知道好像解放了那种 很舒服的感觉 他就知道 他其实就是属于这里的 他就应该要回到这里 那因为陈老师有教他 陈老师就跟他说 你要去跟你的神明讲 我要帮你办事情可以 可是你至少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嘛 你要让我把我的家庭照顾好 让我的孩子健康平安 我才能够来安心帮你办事啊 陈老师就叫他这样去跟他的神明说 他就这样去跟他的神明说 你知道说完以后 他现在就谈到了大案子 哇 就是挽救了他事业的危机 你知道吗 然后就开始 小孩子病也好了 就变成说 那他就一定要得回去办事 就一件两件三件事情 都让他觉得说 他其实就是应该要回到那个地方去 做他该做的事情 代替病者不可抗拒 好 来 接下来 欢迎报警 要命的车上卡了半个阴影 这件事情是蛮恐怖的 因为已经十几年了 我还没有忘 大概在十几年前 我在花脸拍戏 然后有一天晚上收工了 然后我跟工作人员 约好了就讲说去吃饭 然后到山上 顺便吃完了以后泡茶 然后看了业绩 然后我们就约好了以后 我开车 然后载了一些化妆师 就往山上开 那要上山的时候呢 就要过一个桥 很奇怪哦 开开开 前面 前面过桥之后有灯 后面有灯 可是就那桥中间那一段没有灯 开开什么有点冷 然后我们也没有管它 然后就开开开开开 开越开的时候就越冷 而且呢 就有点压惑感 刚开始的时候我不觉得 然后就慢慢开慢慢开 慢慢开 本来在讲话聊天的 哎 怎么慢慢没有声音了 都没有声音了 我还在那边很高兴了 开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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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都没有声音 我说那好吧好吧 那就开开开 我就说那我们就掉头了 确定啊 我说好 确定确定 掉头 掉头以后就开开开开 就开回来了 那下了桥以后呢 就没有那个冷的感觉了 开开回散电了以后呢 下去了 然后我们就停好车了 要去坐电梯 然后我们四个人在电梯上面 那三个人呢 就这样 你看我 然后我看你 然后我还在那边没事啊 一个这样一个那样子的 我问你们在干什么啊 你没弄眼的 干什么 我说没有啦 看到没有 我看到什么东西啊 刚刚在那个桥上面 我说桥上面怎么了 你不知道吗 我们为什么要回来 我说 对啊 你们刚刚不是想要吃东西 为什么要回来 我们刚刚上桥 走到一半的时候 你不觉得冷 我说是冷 那不是上山都会冷吗 不是 我们走刚刚到桥上的时候 就看到远远的那边 有团黑黑的 然后越走越走的时候 就越来越冷 然后呢 那团黑的就 往你车子这边这样子过来 我说是吗 那你都没有看到 我说没有啊 那一直到后面 那个 那团黑黑的 就往你那个车头 引擎盖 那边这样子上来呀 上来一直到前面 到前面 我们都没有看清楚 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 一直贴一直贴贴贴贴 那我叫驾驶座嘛 一直贴贴贴 贴到你的那个玻璃窗 这个地方的时候 然后忽然的叫啊 然后 我说怎么了吧 我们突然看到了一个窟头 一个烧到黑黑的 焦焦的一个窟头 我说真的假的 他说对啊 就这样贴在你的玻璃前面 就这样子 我说我没有感觉啊 我们都不敢讲话 然后我就想说 我们不要去 我们不要去了 我说是真的哦 然后对啊 我说哦 那我没有看到 你说我不怕 我就这样讲你知道 好到了 晚一点了 我们就睡了 睡了 然后我就睡睡睡睡睡睡 睡到半夜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嗯 奇怪好像有人在看我 然后也听到那种 嘎嘎嘎嘎嘎嘎的声音 什么声音啊嘎嘎 然后我就 睁开 就是 那个眼睛睁开一点点缝 因为很困嘛 我就把眼睛这样 稍微睁开一点点缝 我就看到 诶 奇怪 我那个床头哦 整个眼睛就有鞋了 就是我们一小时候 不是下雨的时候 穿那黄色的胶鞋吗 有没有 黄色的胶鞋 然后那个胶鞋上面呢 小腿这个地方 就是黑黑的 也是黑黑的 没有肉 瘦瘦的像骨头一样 黑黑的 然后一直 我只看到这个地方 膝盖上面一点点 因为床铺的高度嘛 我也不敢看上面 我只敢看到这里 我瞇着眼睛 你看黄色的 我又不敢 哟 我说我没有看到那个骷髅头 我怎么开到脚了 然后我想说 我看到了 我也不敢 我也不敢再往上看 我说 吓死我了 我装着没看见 我心想说 好 我装着我在睡觉 他大概不知道 一直到 一直到了天亮 到了天亮以后呢 可是 当我要起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很不舒服 我很不舒服 然后我就想说 奇怪 整个头重重的 然后全身软软的 然后后来我就 打电话到隔壁房间 就跟他们讲 我说奇怪 我说我不舒服 然后他们就想说 为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他想说 是不是昨天你那个大导 我其中一个化妆师就讲说 他说那这样好吧 包姐 他说那我 这边在地的 当地 他说我认识一个老师 他说那我带你去问问看 好吧 他说那好吧 他又带我去问 带我去问 然后我就说 回到老师讲说 你怎么样了 我说 我们昨天去哪里 哪里 哪里 然后在桥上面 他们呢 说看到了那个什么 烧焦的骷髅头啊 什么什么的 哦 他说 原来他不是不像 你这个好像是 刚刚才有的 我说哪有 怎么叫刚刚才有的 对不对 我说我刚刚才 从饭店里过来的 哪有 他说不是 他说你 是刚怎么过来的 我说我开车过来的 那你车在哪里 我停的你们楼下 那我去看看 然后我就 带他到楼下看 还看到我的车子 他说 难怪 他说你们去的 那个山上在哪里 我就跟他讲 他说哦 我知道了 他说那个地方啊 在十几年前啊 有一个游乐场 是要开发的 嗯 可是呢 里面有工人 在里面抽烟 嗯 那可能大概不小心 就把那个 放那个火灼 炮灼的地方啊 就别点着了 然后那边发生了火灾 嗯 那可能有个工人 就在里面烧 可能就往生了 往生了以后呢 然后那边就 就往生了 嗯 他说可能你大概是 碰到了那个 好 然后你的车子呢 现在 车子底下 有半截 哎呦 半截是下半身 他说 你把那个 撞到了 撞到了 上半身 在你的车子上面 所以你看到了 上半身的孔鲁头 然后下半身呢 是在你的车子底下 他跟着你就回去了 这样子 所以你坐上车了以后呢 你 你 你就会 在 就是跟着你这样子 我说是哦 我才知道 哦难怪 原来为什么我晚上 睡觉的时候 我会看到 下半身 那个下半身 你知道 所以他想说 那我帮你处理一下哈 然后请他 就是 请他那个 那我就说 OK好 谢谢 好了 好了 是 好了 来 投票 我们包姐讲的比较恐怖 还是刚刚成龙的故事 不是 今天的故事比较恐怖 来来 一二三 嗯 哎呦 包姐比较恐怖 来来 換位置 好 有观众投稿 他们几个朋友同学 出去夜游 在车上拍了一张照片 但是中间那个同学 右肩出现了一只 不知名的手 我问老师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在驾驶座 从前面往后面自拍 然后你会发现中间那个男生 他的肩膀上 可是他那个手 他只有三只 是 他那个手 只有三只手指头 对 对 而且非常浮肿 比例不像是人的 哦 那 这是 是一个 无意间遇到的灵呢 还是说 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他 还是有什么事情要帮忙 我建议 被搭接的那个男生 你可以去 如果说你最近 有感受到你的情绪 跟做事情 如果 比如说我们平常做事情 是顺的 是 但是比如说你去谈工作 或者是case 他最后 最后一步插签字 我们就成交了 可是 莫名其妙 就 对方就不要了 如果说中间这个男生 你最近有这样的状况 我建议你 去查证一下 因为他没有很单纯的把手 搭在你的肩膀上 刺出有因 因为 这条铃是跟着那个男生的 所以他不是路过经过残障的 好 同车的那四个人 其实我都建议 如果你们的身体 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 你们可以多去庙里面拜拜走走 是 对 注意一下就好了 希望那位中间那个男生 就去查证原因 好不好 我们没有再 告诉你什么 只是这样 好 OK 好 欢迎陈志祥 话说在大约四十年前 我们明华院的创办人陈明吉先生 也是我的阿公 他们还在住在恒村的时候 在当地 发生了一件非常离奇的命案 当时的恒村还有满洲一带 街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奇特的现象跟景象 结果说大部分的中年人跟年轻人 他们都是只剩下一个只手臂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恒村一跟满洲那时候是盛产穷马 那他们就把穷马放进机器里面 他们愁若成丝 在卖给工厂 所以只有一闪神 你整个手掌 甚至整个手臂 都会被卷进机器里面 那接下来这个命案是跟只有一只手的人有关 话说某一天 在穷马工厂里面 有一个女工 她叫淑美修比亚 她在某一天 被人家抢奸 而且杀死 恒村分局 就找了当时在恒村医院的院长 也是当地的法医去验尸 到现场的时候 经过验尸之后 那个法医非常确定的说 这个奸杀案 是只有一只手的人所干的 那在恒村当地 一夕之间都把所有断臂的人 全部找来警局 就开始一一审问 漏夜的审问之后 每个人都是清白的 所以十几个人 就这样被放走了 这个事情没有找到 那个凶手就成为一个无头的悬案 而且死者已经死了一个礼拜了 你当要入恋 但是死者的父亲 就宁可 让他女儿的尸体 在那边发臭 腐烂 因为死者的母亲 跟所有的警员说 我有梦到 我女儿女儿小鼻子来陪她 而且 她没有穿衣服 她说她一定要亲眼看到那个凶手 她才要入土为安 话说当时 恒村有个很出名的警察 大家都叫小警察 因为她作风比较奇特 她比较爱喝酒 平常疯疯癫癫癫的 她的作风奇特 常常被上级的长官认为她是一个神经病 比如讲她抓到小偷 她认为小偷偷了十块是因为她家境不好 她把她放走还给她一百块 你去吃东西吧 有一天 突然这个小警察 跑来恒村的医院 跟院长这么说 院长 你希望破案吗 凶手找到了 凶手为何会突然找到 下段内容保证金总马上回来 凶手找到了 我梦到淑美 全身没有穿衣服来跟我说 现在歹徒在某某山上 而且已经死掉被制服 被制服? 已经被制服死掉了 那为什么这个小警察 为什么会梦到这个 这个被害人 因为平常这个小警察 没有人尊重她 只有这个淑美 有时候她在值钱的时候 拿东西给她吃 就成为她寻佐这样子 所以他们感情很好 那没办法 这边家属也在希望破案 大家都没有租司马金 那只好司马当作活马医 大队人马 刑警 远警 还有带了法医 当时的院长 院长就伙同他当时亦师亦友 也是我的我们明湾的团长 陈胜吴先生 他有时上去 那时候他只有二三十岁 所以义高人胆大就上去 在走湾园道路的时候 甚至中间还不知道路 那个小警察只是说 在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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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 甚至请了当地原住民 背着他们 上这个满洲的山上 总共走了快八九个小时 这样 中间过程当中 很多行李说 你这个小警察 如果真的到现场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回来已经把你堵打一顿 真的啦 我真的梦到淑美很清楚 他没有穿衣服 他来跟我讲 他已经把凶手制服了 好 一起人走 一到现场的时候 快黄昏了 一到现场 昨天到那边 甚至刑警 法医 甚至我们现在的团长 陈胜吴先生 还有小警察 看到现场的情形 大家完全傻掉 看到一个人 只有一只手臂 已经被吊在一棵树上 我们最诡异的是 那个树底下 全部的环境 全部都是尖刺的囚马 他真的上吊了 没有无知 结果仔细一看 更恐怖了 这个凶手 上吊的不是绳子 是女人的胸罩 为什么 大家不管 先把尸体 因为已经开始在腐臭腐烂 先把尸体拿下来再说 那怎么上去呢 没办法 就由我们团长先带队 先把他的腐臭的尸体 把他包起来 绑完之后 再用刀子 把他上吊的胸罩给他切掉 尸体掉下来 结果经过验尸之后 确定 他就是害淑美这个凶手 所有悬案破了 但是观众朋友 为什么在一个山上 小警察从来没有去过地方 他知道路 而且走了八九小时 为什么 这一个人 会在很难上去的一棵树 用他的胸罩 自己上吊呢 谢谢 一个讲的是我是谁 一个讲的是魏魏 来 觉得为什么很恐怖的 请亮灯 一二三 好 请回事 第一名的死亡诅咒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 是我小时候在聚校的时候 那因为我是陆光聚校 所以我们是地属陆军总部 那我们的校舍小的时候 都是在陆军的营区 学长就常常跟我们讲说 那个日本市的那边 就是教师住的那个宿舍 尤其南厕所 千万不要去 为什么 因为在有一间的那间厕所里面 有一个我们的 因为我是第四期的学生 那第一期的学生 学长 有一个男学长 在那个厕所里面 上吊自己 在我们进聚校前两年 又有一个三期的学长 也是男的 然后也在那个男厕所里面 而且是同一间 就在那里面 就拿着我们那时候 小时候的练功腰带 都是在同一间厕所 在那边上吊 有一阵子 发生了一些 就是我们自己 四期的同学里面 有一个男生 这个男生他每天 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动不动的就是要 动不动的就是要一个人 然后往那后面跑 往那个老师的宿舍那边走 之后我们就开始发现 他总是两眼呆滞 然后要不然就是拿着 因为我们的腰带 其实都是要细在我们的腰上 可是他就是一天到晚 把那个腰带这样挂在他的身上 然后就要往后面跑 后来有一天 中午午休时间 就突然的从床上就这样起来 然后就这样 像魂一样的就这样 往楼下走 然后就一路一路 然后我们同学就开始就紧张 男的同学就 他怎么会大中午睡觉 又在干嘛 然后就跟着他 就一看他就这样往那个厕所那边跑 而且他身上还挂着那条腰带 然后我同学就跟跟跟跟跟 跟到最后就 当他快要走到的时候 我同学就在后面喊说 喂 你要干嘛 然后就我那同学就马上回头 就这样看着他说 我要上厕所啊 可是很好笑的是 男宿舍就有厕所 他不上 他一定要跑到后面那一间去上 所以那我这同学就说 那我跟你去 就跟着他去 有人在外面等 他也完全没有机会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 就上完了以后就出来 然后就看着我那同学 他也不理我那同学 他就直接又 又往旁边拐一个弯 他就往那个走廊 往那个回廊这样一直走走走走 穿过去 那边就是我们的篮球场 然后这个同学 这个男同学 他就走到了那个篮球场 到了那边以后 他就蹲下来 然后一直看着那个篮球架 然后再回头看一下我那同学说 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然后我那同学就说 要干嘛 他说 你帮我把这个腰带 挂上去 哈哈哈哈 他叫他把这条腰带 帮他挂到那个篮球架上 结果我这同学想怎么可能 你要干嘛 别逗了 然后我这同学说 不是我没有要干嘛 那上面有个东西 那个东西他一直叫我 他一直说 叫我把他打下来 那我同学就想 好吧 然后结果两个人就一起 其实那条神 腰带也不够细细的 两个就合力这样 一挂上去这个时候 就远远的又听到学长 大吼 就喊这两个同学说 你们在干嘛 结果这两个同学就 马上回去就被挨走 因为 因为不守不守规定嘛 其实我要讲的是 一期的学长 这个男学长在那个厕所上吊 他是唱五声的 成绩非常优异 就是最好的 他在那边上吊 第三期的这个男学长 也是唱五声的 他的成绩也是非常优异 武功非常好 两个同时在那边上吊 我的这个同学 也是我们四期生里面 他也是唱五声 三期的这个上吊的学长 他有个姐姐 也是二期的 那这个学姐 他就总是听到 大家在耳语耳传说 这个同学有问题 所以他就去 就去算 去看毛 他弟弟 那个那个零就是告诉他说 他说姐 其实 我会走 是因为 不断发生抓交替事件的原因 你千万别错过 美猴王贴心提词机 看他 那这个学姐 他就总是听到 大家在耳语耳传说 这个同学有问题 所以他就去 就去算 去看毛 他弟弟 那个零就是告诉他说 他说姐 其实 我会走 是因为 那里 就是曾经在以前 营区的时候 有一个阿兵哥 在那边上吊 所以他找这个 一起的学长 再来找我这个 我跟你说 真的你不要阻止我 我要 我一定要 投胎 所以 你不要再阻止我了 你们一定要让我去找到 先下一个人 来这边 所以我的这个二期的学姐 当下就 马上回到学校 老师那时候校长 所有的人开会 然后就是规定我们一定 不准不准 不准说单独行动什么的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因为 你们校区都在哪里 后来我们就搬去 是哦 没错 小人比如说出生恐怖 我要学武生的 以后我要学小蛋 没有在学校里面就像我一样 不要太优秀 没什么 好不好 好来 谢谢 觉得林小柔奖比较恐怖的行动 一二三 还有来颁奖 小柔论姐 今天我颁奖你这个厉害 是 来 猩猩拳击笔 遇到不好的事情 立刻用拳击笔把它击出来 拳击笔厉害了 你看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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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谢谢 来 来 今天呢我们要送出 泰国恐怖电影票 幽民工厂 电影交换点 总共我们有15组 30张好不好 你想得到的话 就上我们那个 来自新年4 FB的粉丝团 回答我们的问题 今天问题是 请问 金钟奖入围者 Julia的故事中 女鬼对男主角讲了什么话 讲了为什么 对 答对了呢 就会得到我们这个 好不好 电影交换圈 这很恐怖 这是幽民工厂好不好 太古片 今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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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要嫁给你先生 那些目镜 有一个小女生 一直牵着她 往楼梯走 然后就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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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